拉白色力量抗寒流 绿营昭仪气窑宝城 台北市长柯文哲竞选总干事小野 拍片提名进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 妻子陈佩琪则去台中花博捧场 难道选战最后关头白绿又要合作了吗 外传因为民进党进营高雄二十多年 又无力赢根基输不得 为了对抗国民党韩国瑜 只好拉拢白色力量 所以会放弃民调落后的 自家北市长候选人姚文志 契姚宝城 我现在态度就说 你那天在上台 你自己先跳起来 所以我都知道人情是负 坦白讲小野事后跟我讲 我听一听我也没有讲话 人家是来帮忙的 我也不能说你这个可以做 你那个不可以做 会不会这样做 那曾经麦委员 不管是资料立委 论述加强 然后一些其他的动作 幕僚动员等等 我都非常正面的看他 选举本来就是这样子 不过对韩国瑜而言 有几点是对他有利的 首先是磕粉与韩粉 有部分是重叠的 再来两人关系也不错 还好跟他不是敌人 对柯文哲来说 他继续维持 和蓝绿都保持关系的状态 选举是这样啦 每个阵营 英文叫 每个阵营一定会想 怎么做对他最有利 但是我觉得这样啦 我是比较自然的 不过看在姚正寅 发言人无私谣言里 却认为这是柯阵营的选举手法 好像柯和绿营有某些默契 对选举造成困扰 政治中心台北报导